崔永元 微博也总是可以起到一时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最近在他的微博中曝光了一张照片 照片有范冰冰冯小刚和刘振云三人 因为范冰冰最近刚刚拍摄完电影手机2 而范冰冰和刘振云都参加了电影的拍摄 网上也有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花絮照 比如范冰冰和冯小刚在商谈拍摄细节时的照片 两个人神情非常严肃 看来对这部电影抱有很高的期望 应该是想拍摄出更好的作品 崔永元也发出了范冰冰和冯小刚 刘振云的片场照 可是却附加了一句话 怎么一张沙发三个人却有五条腿的屈言 当时范冰冰和冯小刚 刘振云坐在沙发上摆出了各种有趣的姿势 冯小刚翘着二郎腿 有一条腿正好被范冰冰欢阔的裙摆遮住 就造成了三个人五条腿的去世 崔永元保存下来 那正是三人觉得最为经典的镜头 当时他们可能觉得这张照片挺有意思的 于是保存了下来 而且范冰冰的姿势当时非常的霸气 可能要成为葛优坛之后的冰冰堂 崔永元在爆猛料 晒出范冰冰冯小刚 刘振云和赵 为何三人五条腿 论均垂散入